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直在两条路中间找一个平衡乐 然后一直朝前走下去 你生活在21世纪 可是思想还停留在你出生的年代 那我想问你 你作为一个中国男人的话 你尽到什么责任了 你尽到什么父母的责任了 你给父母的精神上的安慰又是什么 北京那是我的天空 每次回家以后 我都会置身一些新的想法 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找一个女人成家 我是一个同志 很多时候我在思考 最终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父母 该怎样解决这个矛盾 不得罪这个总统 我不是要担任的 或者不要太帅 在祝福下来 我会中了 在祝福下来 发出了一个比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